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说修行者更难 序言发起篇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请翻开讲义 看194页 194页 你们如果没有讲义的 你们要下载那个 手机就要关静音了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上次 讲到这个第二 文句义缺 文句义缺 那你要找义诀 看第三行 这边 就是它有绿文 文句就是绿文句主 那义理缺少 就是你读这个绿文呢 有华语 这个意思呢是怎么样呢 那个有点 华语 比如说 所以我们前面讲完 比如说 绿如绿 道四方生物犯难 前面讲的 纪律上说你偷到四方生物 就是十方的生物 那只犯中品的罪 那你把那个寺庙的东西呢 那个电视机啦 或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功德箱啊 全部都拿走了 这个是常住物 那如果是四方生物是子 你在吃饭的时候 或是在分亡人物的时候 它打板 它打板的时候 四方的人来都有份 所以就变成四方 就是十方的生物 那因为它不满五钱 为什么 因为 比如说好 你偷到饭菜啦 或是偷到这些亡人物啊 出家以后 往生的时候 它的轻物啊 它的东西要去分啊 那还没有分之前呢 是属于十方生啊 打板集中做接目法 每个人都有份 来的人都有份 所以它呢 比如说好 这个是一万块 三万块好了 可是你除以无限大 因为是十方嘛 那所以一定不满五钱啊 我们说这个东西 如果是五钱 那一除等于五 那你就满五钱 就结中罪了 可是这个四方生 它不会啊 因为它除以无限大 那所以它只降一罪 只犯呢 中品的罪 难 那你偷到了 偷到了好几万块呢 怎么会不犯重罪呢 所以这个律文呢 我们就有点怀疑了 就意理上呢 有缺啦 就是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所以这边呢 道具律师呢 要 逆绝 所以此曰 却障碍深用 故轻 暂时妨碍 你现在人家要分饭菜嘛 安静结构 你把那个饭菜 通通偷走了 那就暂时妨碍人家 所以那时候 就是在一除的时候 不会等于无 所以那时候判罪 只能中品的 可是呢 如果你不还回来 永远占据啊 自己来用 理须犯重 那就是用义理来判了 你已经偷了好几万块了 为什么不会犯重 所以这个是指 你偷走了以后 偷走了以后呢 你那个东西是价值 几万块的啊 几千块的啊 那就犯重了 因为满五千就结重罪了 所以这边就是呢 道训律师啊 要用义理再来判 第二 又云之二三人所共作法 成贼诸难 那就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呢 这个出家人做结盟法 他四个人以上 才会做重法的结盟 那你不能够去偷听啊 否则就是会变成贼住难 所谓做结盟法呢就是 出家人在诵戒啦 结盟就是一种开会啦 开会做了决定 好像三读通过一样 那他是范语啊 叫做伽玛 伽玛就是结盟啊 伽玛 闽南话 结盟 伽玛 比较相近嘛 那其实就是一种呢 业啊 伽玛是造业啊 业啊 那所以出家人在造什么业 造这个生口意的三业呢 是专对出家人的特殊会议 所以叫结盟 为什么不叫开会 你说讲开会 我们大家都懂 为什么他要叫结盟 因为他开会的方式条件 还有他的那个方法跟 世间的开会不一样 那这个是要学习的 所以叫做结盟 就是出家人那个开会很特殊 跟一般人 跟一般外面的开会不一样 他三读通过也很特殊 这个呢 所以要特别专 专门讲才知道 但是那个出家人的开会的结盟法 在家人 就是世间人如果能够学到呢 那就不会太多纷争了 因为这是佛制的一个开会的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 要等到你们出家了就知道了 等到你们当了比丘比丘你就知道了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开会方式 这个开会方式呢 非常有智慧 不管是选举也是这样 出家人会选举啊 可是他选举呢 他非常有智慧在选的 不像一般呢 世间人呢 他乱选一通啊 或是乱反对一通啊 那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 那所以你不能够去偷听啊 如果是四个人以上开会 那个是很正式的 那一般送戒结膜啦 或是他想到他做结膜的时候呢 或是他受大戒结膜啦 他受大戒啦 很特殊的 那个情况跟你讲 我们要做结膜法的时候 在家居士就不要去听了 结果这个人去听 可是那个是二三人 所以在律上他讲一句说 二三人共作法 那你去偷听 也成为贼助难 不是四个人才叫结膜嘛 就正式的结膜是四个人以上 怎么二三个人会犯到 这么重的罪呢 贼助难 你在家居士 你若偷听结膜法 以后不能出家了 这需要注意了 撒咪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呢 撒咪在诵戒的时候呢 宋比丘戒啊 就叫撒咪出去了 因为他会做结膜法 撒咪呢 也不能听的 那这里应该是四个人啊 怎么二三人会犯 这个道听结膜呢 所以下面就决定了 说绝语就是义诀 用义理来判断 这个义诀 就是有跟那个律文有相关的 义理跟道理是差不多 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 这边会讲义诀 前面有时候会讲义诀啊 义诀是没有律文的 义诀是有律文的 后面会再重复讲 所以道宣律师呢 他就用义理来判决 他说 此曰众法对手而言 众法就刚才讲 我说众法结膜 诸家人的重法 语律里面的重 四个人才重 但是一般经典 一般我们讲重 你看那个重是三个人 三个人就成重了 你们简写 你们都是写三个人 对不对 但是在戒律里面 是四个人才成重 他做结膜法要四个 不是三个 那一般我们讲的是三个人就成重 但是戒律里面他特殊 他要四个人才叫重法结膜 那他又讲对手 所以他这边是指呢 重法对手而言 这是他打板击重 来了两三个人而已 这是比较特殊的 再看第三 所以 所以 这样道理来解释他 第三 又得受布萨钱 这个在 《四分律》呢 这个里面又有写 写说 又可以接受布萨 就是人家送结的时候 人家被供养钱 这里又有疑问了 因为四分律 就是说我们 出家人呢 那以前是托托起实啊 或是 古代的社会 他是不拿钱的 那怎么这边又出现说 又可以受 受取这个布萨的钱 就是 因为布萨的时候 所有的 你现在要想象佛式 佛式 佛式比丘 藏水送一千两百五十人 他要布萨的时候 就要宋戒 宋戒安居是必修科 那宋戒的时候 半月半月呢 那 印度呢 各地方的人 他就要走路走路 他就要到 佛陀 地方来宋戒 假设以后 截大戒了 不来佛陀这边呢 你们就自己寺庙 我们有一个大戒 寺庙他的人 他们要集合 我们现在这个寺庙 是小小的呢 如果看古代中国大陆 或是你看 你看泰国 有些寺院很大的呢 这个我们呢 内地呢 大陆的那个寺院呢 以前呢 这个要开山门呢 要骑马去开山门 可见山门很远 你看韩国的一些道场 那个山门 我们去韩国的寺庙 从山门呢 进去要到寺庙那边 你至少走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有 有时候走一个小时才到 好不容易到 不是山门已经到了吗 没有 从山门进去 还要再走路 因为没有车子 所以那个寺庙是很大的 僧众是很多的 那所以会有 这个佛陀的时候 有时候会集合很多众生 这个 出家人会集合 所以有时候会供养 那怎么会拿钱呢 本事不拿钱吗 那所以他这边讲 绝允 准虚付他 也说呢 这个准兆 其他的戒呢 应该他是交付给近人 付他 付他就是交付给他 是指近人 就是他 是指在家众 在家众管理钱 那当然 那私奉利他是不拿钱的 那这个有部律呢 他是可以开源拿钱 所以我们现在 大部分是用有部律呢 出家人呢 会拿钱 但是又跟私奉利要相合 所以我们所拿的钱 不是属于我们的钱 不是属于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拿的钱 出家人拿的钱 都是要做三宝之用 往生的时候 这个钱不是自己的 这个钱都是 常住的 十方生的 出家人没有钱的 所拿的钱 也不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就是 他呢 有不同副律的记载 所以他这边 四分律的话 他不可以违背他自己的十分律 所以 一定是交给在家众 来保管 所以 这边会叫做议允 就是 会用议理来决定 就是这个律 我们看起来有点疑问 再看第四 十分律里面又讲 下宗和真 开直去 在结下安居 下宗就是结下安居当中 和真 要和和 有纷争的时候 有纷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寺庙 这个僧团有争论了 发生两派意见不合 我要去跟他和和 我要去跟他解除 他们的纷争 开直去 开就是开源 开源直接可以 马上赶快去了 不须受日 受日 受日就是受七日法 你们有些文言文 看得比较不懂 刚开始看都是这样子的 不用担心 看久了就懂了 你说师父要看多久 看几年吧 看个 两三年一两年 多看就懂了 那这个不需要受日 就受七日法 我讲的是真的 以前我在教佛学院的时候 我们有个借兄弟 那这个 我当老师 他当学生 他上了我的课 上两年 这个第二年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他再来告诉我 我本来不想要修你的课 可是我的课是必修课 那时候是选修 记得应该是 没有我的戒律课 都是必修课 必修课 他就非修不可 结果呢 这个 第一年下来 他告诉我 他说 姐兄 你的课 是必修课 我们不得不来听 虽然我们是戒兄弟 我戒料他比你高 我排班在前面 我现在还要跟你问讯 可是我现在看 那时候也是讲形式操 形式操 我每个字 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 合起来我就看不懂 我就不能够解释 就像你们这样 你们把它拆开 下中和真开直去 每一个字你都看得懂 你懂吗 可是这样你解释 你就不懂了 是不是这样 一样的道理 所以没办法 我就要当学生 你当老师 我说不要紧 你再上第二年 到第二年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他说很高兴 我至少看得懂 五六成了 文艳文是这样子的 你读有些经论也是这样 纪律也是这样 但是你一定要读 一定要多读 所以这边呢 我们解释安居我们要离开 应该要请假 要做七日法 要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法 出家人他 行驻作物 他都有很多规矩的 我们现在在解释安居 我今年第二个解释安居 我在台中解过一次下 现在到新西南 又再结一次下 我现在结明年的 我这个结一下 结到明年去 我要出门过夜 应该要请七日法 才可以出门过夜 结果他说你要出去 要帮人家和生 就是要和真 和和真论的时候 不需要受 不是出门要受七日法吗 为什么又说不需要 好看下面 绝隐 绝隐就是要决断 要用义礼来决断 他说约远而受 就是约那个誓远来受日 受是什么受日 就是约那个誓远 如果很急 我们说你很急的时候 你没有请假就赶快出去了 或是忘记请假了 忘记做对手法了 那这样 是有开远的 但是不伤大理等 也说约远而受是 约这个誓远 你如果还有时间 不会那么赶吧 那你还是会请假做七日法 再去别的生团 再去帮他来处理他的纠纷 就像我们 譬如说你临死生病了 倒地了 心脏发作 或什么病 肚子痛 痛死了 赶快叫救护车 他都昏迷了 他都哇哇叫了 他做什么七日法 命难 犯恨难 他不可能做七日法 就马上送医院了 有些呢 你生病的人没有关系啊 可是照顾你的人呢 他也忘记做七日法了 这种事情都有会发生的 他赶快赶快 赶快出去了 哇 出去了到医院过夜的时候 法师忘记做七日法了 我到家会病房了 怎么办了怎么办 没有人了 没有人就好了 就好好睡觉就好了 不用做了 因为这些都是呢 急事 所以如果很急的时候 当然就不做七日法 但是约这个誓远呢 你还有时间 还宽返的远的时候 而受 就是你也可以受七日法 那这样呢 不伤大理等 所以这个是约那个誓远来看的 所以就是要把它一理决断 他呢 有些律文呢 我们会比较 看起来呢 有疑问 所以你要用议理再来解释 所以 道俊律师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或是我们有时候呢 研究 我现在在讲戒律喔 等一下我讲经论给你 听你也是一样这个道理喔 现在你是在解决 当然你们有些或是呢 有些小众啦 有些在家居士或是 上面你们还没有遇到那么多事情 但是一样这个道理的解决是一样的 你在读经论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边讲啊 如是寻知啊 就是如寻知 就是你去呢 找寻呢 原文 就是原文呢 来看呢 那你就可以了解了 所以这边呢 你是会有疑问的 那我刚才讲啊 戒律是这样 你读经论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他下面讲啊 说论言 者 古济云 即是善见 寻闻未获 此所谓不以闻 害亦也啊 论言呢 那前面呢 有讲到说呢 这个论 我们前面呢 你如果看那个 刑事超啊 看第一百九十页 第一行 一百九十一页第一行呢 他讲呢 下面那边他讲啊 就是 文虽 文虽具 而亦有 而亦有缺 并以亦定之 就是亦觉嘛 就是他有律文 故论言呢 以理为正故也 这个论言呢 就是道俊律师写的啊 那这个论言 这个是什么论呢 那很多地方 再看回来 再看一百九十五页 有些地方呢 都讲这是善见论 那 那 字迹呢 这边是灵智律师 是宋朝的解释 他说 古济云是善见论 可是呢 灵智律师呢 寻文未获 他去找善见论呢 找寻这个论文呢 没有找到 但是呢 古代的 你看那个注解 后面呢 那古代的 扶桑吉士的注解 他讲 抄批讲啊 即前善见论文允 以义度用 及施义也 善见论有讲说 以义度用 及施义也 善见论有讲说 你看到这个律文呢 那个义理呢 你要用你的心意 去把它揣测度用 就是去把它思维 思维哪个 比较有道理来用 那就是义觉啊 就是跟 道训律师讲的是一样 但是灵智律师 他没有找到 所以呢 他又讲啊 此所谓不以文害义也 虽然没有找到 善见论的文 可是呢 难道 道训律师讲错了吗 他这个论呢 讲错了吗 是不是他 或是呢 有些人讲说 是善见论 那是不是他们讲错了 因为善见论 我现在早都找不到 善见论这一段文句啊 那所以你不要误会说 那这样没有就是不对了 不以文害义也就是 虽然找不到这个论文 但是也不会妨碍 他整个意思 就是这边的义理呢 我们是要去判决是对的 你现在学到的是戒律 对不对 我现在举一个经论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一个那个 有人问 说我们念佛的人呢 你如果有邪知邪见啊 可不可以往生 或是造五逆十二的人 你念佛可不可以往生 那 那 回答是什么 如果可以往生 那他就是会自虚 他就造五逆十二 他也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以后念佛也可以往生啊 那如果我是邪知邪见也没关系 我念佛也可以往生啊 那表示我邪知邪见也是对的 因为阿弥陀佛也是会救我啊 你怎么说我错呢 念佛可不可以往生呢 我们《观无量寿经》里面呢 所以我们先找经文嘛 对不对 你这个问题呢 经文呢 念佛的人 下品下生 或是下品的人都是犯罪的了 下品上生 下品终生 下品下生 下品终生呢 犯五戒 八戒 犯一大堆戒 下品上生呢 造了一些恶业 都是下品的 五逆十二 下品下生都是大邪见的人 波无因果 没有神佛啦 没有什么因果啦 下品下生的 下品下生他也可以往生 那他怎么会往生呢 所以他经文喔 你《观无量寿经》里面 经文他是 遇到善知识 为他呢 开示引导 有时候他还念不出来 阿弥陀佛教他 他唱念《无量寿佛》 你要念个阿弥陀佛 不一定念得出来呢 那就叫他念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呢 我要寿命增长一点 我现在快要死掉了 我要寿命增长一点 《无量寿佛》 他念得出来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不要以为 你念得出阿弥陀佛喔 我们以前有一个出家众 在往生之前呢 出家众喔 往生之前呢 身重病人 人家劝他念阿弥陀佛 他回答说呢 我很痛苦 但是我老实讲 我念不出来 你怎么会念不出来 他就是念不出来 往生之前还呢 这个呢 有点呢 就是失去正常的意识了 但他还 头脑清醒的时候 叫他念阿弥陀佛 念不出来 出家众 还读过佛学院的 当你身重病的时候呢 叫你念出来 你念不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才相信 真的有人念不出来 还不是一般人 是出家众 还读过佛学院的 所以可见五逆十二的人 你叫他要念阿弥陀佛 不一定念得出来了 所以经典上呢 讲说 那叫他呢 改称五量寿佛 五量寿佛结果呢 他呢 愿意念 然后开示 善知识的开示 结果他往生了 还是几句话 你看那个 杀鸟的啦 杀鸟的呢 这个感应录里面就讲 遇到善知识 叫他赶快 念阿弥陀佛 他呢 举手念阿弥陀佛 忽然之间往生了 说佛来也也 那你就会问了 这个人 邪知邪见五逆十二 杀身犯戒的一大堆 那他也可以往生 那这样表示呢 这个人他 有些人邪知邪见 他说 那这样佛都承认我们啦 佛都会来接应我们 我们当然我们是对的 你会怀疑 那这个经文呢 这样解释会对吗 所以我们呢 就像纪律这样 这种有点怪怪 为什么他这个人 五逆十二还可以往生 这时候你要义理 要决定 所以你看来祖师大德啦 善道大师 或是我们一些人 我们就会讲 侯义大师啊 他就会讲 这个人呢 这些都是呢 会忏悔的 你看你遇到了 你杀猪杀羊的 杀牛的 一定要 你要忏悔啊 不对了啊 为什么你看到地狱的火起来要烧你啊 你死亡之前会看到啊 所以他这个人就忏悔 叫他忏悔 然后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他痛苦流会去忏悔 所以我一大师讲 无悔法门 就是我们要忏悔 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 那这个是通一切的法门 所以呢 有两种人呢 我们修行呢 那你呢 一定第一个 不造恶 第二个 造了以后 会忏悔 那这两种呢 就是可以得到白法 否则呢 你造恶就是黑法 黑夜 白法你才有办法呢 增长你的善根呢 得到福报 那所以这个人呢 他会得到善知识的开导 后悔 造业了 邪知邪见 造十二五逆的罪业了 所以他才会念佛 而且是万中难得一 一万个碰不到一个 因为这个人你跟他讲呢 他会遇到善知识那个 都很难的 善知识要跟他讲话呢 他会相信都很难的 不相信你到那个监狱里面去看 到监狱里面呢 你看那些忤逆十二的 杀人放火抢劫的 我们呢 台湾呢 那个有一些呢 宗教师有时候会去 或是有些居士 他在监狱会风华 现在都会有设立 有时候会 会供奉地藏王菩萨 也有些很 有感应的 他信了以后 有感应的也有 有些全部都会信吗 他说没有啊 监狱 我也去过监狱去跟他们演讲过啊 那些众刑犯呢 他要去你教导他啊 说 讲这些恶业要忏悔啦 要念佛啦 或者念地藏王菩萨 说没有啊 哪有全部的人都会相信啊 那是万宗取义呢 有些人呢 怕死了 他才呢 拜个地藏王菩萨 然后来念念念念 他念干什么 希望呢 子弹不要打到我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那念地藏王菩萨真的很感应的 这个呢 有呢 打 打三枪 还是打几枪啊 最高纪录好像打了十八枪 换了好几把手枪了 打不死 手枪要打 啪 卡蛋 好 再换另外把一样 打不出去 怪了 这时间过了 就不能再打 就不能再打了 他就火了呢 咯 那个 那个 典狱掌 典狱掌呢 一想不得了 这打不死 有些是枪咧 这好几样 有些是枪呢 打过去 歪掉了 有些是槍 要打 怎么打不住了 再往空中一打 往空中就可以打 好 再来打 要对着他一打 又卡蛋 奇怪 就打不出去 所以那个典狱长 就赶快去 问这个红法的居士 法师 怎么办啊 这个人打不死 没有办法打 说你赶快去求地藏王菩萨 典狱长也要求地藏王菩萨 他说你跟他讲 地藏王菩萨 这个人是犯死刑犯的 国家已经要把他来枪毙了 这个我是有公务在身的 你不能只帮这个 这个犯人 你要帮官人 我们是维护国家的法令 不能够再饶恕他了 他就拜地藏王菩萨 拜三拜 公公的礼 以后呢 好 那个射击手再拿出来 一枪就死掉了 就是死刑犯了 他能够信否的原因有些呢 他想要免罪 免罪呢 当然他会忏悔 但是 还是有那个上根 遇到 恰好人家再来逢华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呢 所以你要用义礼再来判决说 这个经文讲这个意思呢 好像跟我们造业 那你造恶业了 你邪知邪见了 那你都没有关系啊 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那我继续要造恶业吧 错了 造恶业不一定会碰到善知识的 而且你不一定会相信的 你造恶业 有些造恶业呢 突然呢 你看啦 突然被雷弓打死啊 你还念什么佛 还遇到什么善知识 突然呢 掉落什么呢 坑洞里面去啊 古代不是都这样吗 所以你造恶业 你说我造恶业没关系 我可以念佛 你念不来的 有人会救我 没有人会救你 也说经文虽然讲说 下品下生可以往生 或是下品人可以往生 那些都是 很难很难遇到的 你到监狱去弘法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呢 有些呢 会疑惑的地方 你要用意理再去 把它决断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主事大德 也会在讲解 难道我们造恶业 都不用缓了吗 还是要缓啊 所以这里面 经论也是要这样子去研究的 你要来 虽然来文句 比如说绿文有 或者经文有 但是义缺 就是义理有点怪怪的 那我们要再用义理再补足它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好再看第三 义具文缺 义具文缺 就是义理具足 应该有这个意思 可是义文缺文 就是绿文找不到 就像我们有时候读经论也是一样 应该这个道理有 可是你找经论的语句找不到 那这时候就要用文诀了 就是你要去 还是要去找绿文 这边找不到 你要找别的地方 或是这个经找不到 我刚才讲经论都是一样的 这个经 所以我们说要以经解经 以论解论 用这部经 或是用哪部经 来解释这部经 绿文也是这样 用这个戒律 用这部律来解释那部律 用那部律来解释这部律 或是用论 所以你看 你的文缺 就是你绿文找不到 那你就要找了 绿文有缺 那你就要找了 比如说好第一个 如有难以下 准谋已不破安居 以下 我们接下安居 有些人 他有难 有难 比如说 这个火灾 地震 或是怎么样 大的环境变动了 寺庙 没有办法住了 或是大的疾病 或是怎样 哇 那我们赶快离开了 或生重病了 他没有办法在这边安居了 他要离开了 你安居 你不可随便离开的 三个月 可是这是有命难 患恨难 或是有重大的事故发生 他要离开了 他离开了 请问他安居 承认吗 不承认就是他没有一个下落 出家人算下落 你今年几岁 不是你的世间的年龄 比如说你三十岁出家 你出家的时候你几岁 零 你没睡 你接下安居以后 一岁 你受戒以后一岁 两岁 你的蜡 结果呢 你如果今年没有蜡 那我就少一蜡 因为呢 你不算我 那这怎么算呢 我们的失分率找不到 这个人一下了算不算呢 结果我们就要找其他步律了 其他的论了 所以准摩尼 摩尼是指比利姆论 比利姆论 后面哪佛桑吉士有写 摩尼就是比利姆论 比利姆论呢 它里面的律文有写 不破安居 那算还是算 还是算下落的 再看第二个 所以你要找别的地方 所以这步律找不到 你就要找别步律 就像我们经也是一样 这步经 有这个事实 那找不到 你就要找别步经的议理来补充了 你譬如说我们读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那你不知道 说往生以后到底是怎么样呢 阿弥陀经写得很简单嘛 一心不乱 记得往生极乐世界而已啊 那你当时到每个人都一样吗 应该不一样 有些人用功 有些人不用功 虽然往生了应该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或是呢 这个事情会发生 你就要找官无量寿经 那你这样就可以用经解释经了 就是同样的道理 律也是这样 所以再看第二个 遇远出戒 忘不受日 我们节假安居的时候呢 遇到事远你出戒外 忘记了 不受日 就是没有请假了 有时候事情满啊 临时呢 要出去办了 结果呢 忘记做七日法了 那怎么办呢 你赶回来 有时候也没办法赶回来啦 那隐无百问 那我们事分历没有写啊 事分历没有讲 讲说那怎么办啊 他不是不愿意做 而是真的是忙到忘了 那隐无百问 亦及回者得 你看那个后面福山集市 第四个他写啊 下宗忘不受七日出戒行 亦及回者得 就是你如果回忆起来 后悔了 有些就说 你后悔你可以赶回来 你就赶回来 没有办法赶回来了 那一个接下单居当中 不要超过三次 不要超过三次 所以换句话说 那我们忏悔啊 忏悔就是 那你这个不对 小罪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没有迫下 所以这个也就是要找五百问 找五百问来解决 我们事分历没有记载的 所以你这边有这个义礼 应该这个人他不是故意不请假的 他临死或是什么样事情 没办法的 也没办法赶回来了 那所以这里的义礼上是应该可以宽缓一点 就像你前面不是讲那个下宗何真开直去吗 也有开远可以直接去不用请假吗 你前面不是有讲过吗 你要解决人家的纷争 也不用请假 马上就可以去了 他也没有做七十法 他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是临死忘记了 或是忙的那太多事情了 那这个也可以开远的 好 第三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律 我没有规定到 没有写出来的 可是这件事情照道理是应该可以宽缓的 那我们就找其他的步律 论来补我们的 所以经也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经也是这样的 第三 又事分不明重受日法 事分历里面没有说明 不明就是没有说明 重受日法 什么叫重受日法 受日就是请假 你看后面那个福尚集市第五 抄第十二页 十二卷是十二页 他讲 重受者洗解 一下之中开语三法 所以以前的人解释 一个结项当中只开源三个法 你可以请三次假而已 第一次七日法就请七天 第二次半月法请十五天 第三次一月法请三十天 差此不成 就是你如果违背这个规定 只能请三次哦 那这样就不成就请假法 可是呢 行之操他讲啊 操第十二卷呢 十四页他讲 五百问云 受七日法呢 受七日行 你看一百九十六页 不满七日还本戒 后更醒不须更受 你呢 请假七天 还没有到第七天 譬如说第三天你就回来了 后更醒 后来又要再出去了 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办完啊 你临时回来 同样一件事情哦 不能不同哦 要同样一件事情 翘好 你回来 那你要再去呢 五百问是说 你不用再请假 因为你那件事情 就是七天嘛 那你到七天以后呢 满七日以 乃腹重受 你如果七天结束了 你当然会回来 对不对 回来以后 你说还要事情还要再办 又可以再重受 所以明了论讲中啊 说得寿 那书解云啊 前请七日 事了还至本戒内 第八日更请七日出戒数 所以他请七日法 七日假来 他事情结束了以后 回到我们寺庙来 回到以后 他要再请假来 他隔天第八天 他又出去了 他又再请七日法 所以请假不是只有一次 你现在讲说请七日法 只能一次 没有啊 你看人家呢 明了论啊 五百问啊 请几次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重受 重新再请假呢 事分立没有规定 那所以呢 道迅律师他引 五百问跟明了问呢 来决断他 好我们时间到下课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